大加落00341首席執行官罗德成作表示 消费气氛仍然疲弱 集团对圣诞节使道审慎乐观 预期到明年首季或次季 业绩才有显著改善 预告个别产品会加价 罗德成表示 食材成本持续上涨 加上餐饮业人手短缺 直言加价在所难免 预期部分产品加价约一元 不过他认为 不会将所有成本转价至消费者 会按个别食品种类调整价格 上半年已有部分产品加价 目前人均销价升穿40元 截至9月底止6个月 大加落股东应占日利约1.09亿元 按年增长33.9% 当中包括特区政府因应疫情提供的资助4090万元 撇除有关因素 实际利润按年跌16.5% 董事会维持中期息每股十线 期内 总收入录得近39亿元 按年微升不足1% 罗德成表示 虽然第二财季 7月至9月 销售表现优于第一财季 4月至6月 但市民未见出现报复式消费 预料整体经济仍有不确定因素 不过 他相信最差情况已经过去 上半财年 大加落内地业务收入增长1.6%至6.84亿元 受防疫措施影响 华南快餐业务同店销售下跌5% 截至9月底止 集团在内地经营146间门店 另有9间新店将于今个财年开设 罗德成提到 近期广州疫情开始严重 集团在广州的30家分店禁堂食 占内地店铺约5分之1 可幸的是 其他没有疫情的地区销售表现向好 因此对大湾区餐饮市场前景仍有信心 大加落昨日公布业绩前股价向好 一度升2%至11.6元 为派成绩表后倒跌 低建11.18元 收报11.22元 跌0.9% 优优独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